今次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 M-Mine的鏡頭 可以用自動對焦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和大家介紹一下 M鏡頭如何自動對焦 使用在Sony相機上 是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雖然這個折環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但有部份朋友都不知道 原來Leica鏡頭可以接駁下去的話 可以做到自動對焦這個效果 這個對焦其實是可以用到 可以用到Sony的A7R2、A7II、A6300 以及最新的A9、A7R3、A7III都可以 當然它的光圈要用手動 這個就沒辦法了 而至於為何可以做到自動對焦呢 就是因為它這裡 是可以自動向前向後 這樣可以增加它的距離 變成一個類似對焦的效果 現在我試給大家看看 這個情況 你拍了下去 其實也不用什麼特別的東西 你看到它是會動前動後的 當然當它動到某些位置的時候 有些是超乎了它本身可以到達的 那你就可能要手動幫幫它 去到那個範圍 你再按一按它 它幫你Fly Tune 這樣就可以拍到的了 這個就是沒問題的 也都可以教它用手動對焦 那你變成有時有些很暗 或者某些情況之下需要手動對焦 都是可以的 還有一件事 因為這個鏡頭 因為這樣移動的話 其實最近對焦 M鏡一般來說是0.7米的 但是因為有這個接環 可以做到的效果 是去到 你剛才試過 大約是去到0.5米的 好像 你現在試試看 我把鏡頭 扭到最近對焦的距離 然後現在試試對焦 在這麼近的距離 都是可以對焦 大家可以看到是近很多的 而之前正常的距離 是這樣的 會遠了很多 如果你想有一個好的對焦速度 其實盡量在光線充足的地方 會做得比較好 除了這件事 如果有R鏡 加一個接環 其實是同樣可以用到自動對焦 假設R鏡太重的話 可能要用手綁著它 甚至乎 反過來 是相機是走的 鏡頭是落腳架 你長焦它的鏡頭 就可以這樣使用 去取得正確的對焦方法 我現在就教大家 如何更新這個畫面 首先 你裝了這個Apps 這個Apps的名字很奇怪 TAGA3 SWAP 之前我做了 更新到最新的6.0版 在相機的部分 更加有趣 你調校光圈值 調校到60 然後拍一張照 然後 你關掉手機 然後 開始更新 選擇最新的 更新 更新 現在正在搜尋 調校到 更新的 更新 現在正在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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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器材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多謝你給我 like我和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